哈喽大家好,我是Kelvin 那今天要带大家一起来看 国盟、普团党还有伊斯兰党 今天反咬尼可汉都站出来纷纷抨击他 那讲什么呢? 我们先看这个反对党领袖 韩萨在努定的新闻 韩萨今天提醒尼可汉 叫他不要干涉伊斯兰教 否则穆斯林必定会站起来 哇,什么意思哦 昨天纵火案才发生 今天你讲这一番话 这个伊斯就很耐人寻味 大家细品啊 这个反对党领袖 昨天纵火案发生的时候 他有没有出来慰问 我看了一下他的社交媒体账号 再加上聘合昨天的新闻来看的话 我是没有看到他有慰问 OK,你不要慰问没有关系 那是你的权利 但是至少你不要在纵火案的第二天 讲出这一番耐人寻味的话 什么叫做穆斯林必定会站起来 而且他还讲啊 如果你继续啊 就是参合这个伊斯兰教的话 就算没有人煽动 穆斯林也一定会站起来 你这样不是又再接这一件事情 再一次的煽动穆斯林要站起来吗 你不讲的话本来应该是不会有什么事情的 你作为反对党领袖 不应该要讲出这一番话 这是我自己的想法了 他就讲这个尼可汉的昨天开记者会的时候 就是把这个纵火的归因啊 归咎在土团党还有伊斯兰党身上 首先啊 尼可汉昨天的这一个记者会 我不懂他有没有看啊 他讲的是什么 他讲的是由于国盟还有土团党 在尼可汉发表的那一番论述 不断的在炒作煽动 所以导致有一些激进分子呢 就是情绪高涨的情况下 做出了不理智的行为 因此呢 他原谅这一个纵火的这一个人 因为他是受到煽动 所以才做出这样过激的行为 所以你看到吗 其实尼可汉是没有讲 就是伊斯兰党还有土团党放火烧他家的 他没有这样子讲 可是这一个寒沙再努定的反应 给人的感觉就是 那你就是讲我们土团党 还有伊斯兰党放火烧你家了 哇你这样子讲不对哦 你一定要反省道歉啊 不然的话这个穆斯林一定会站起来的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啊 我的理解就是这样啊 然后除了这一个新闻之外 还有第二个新闻也是来自国盟的 这一次是来自伊斯兰党的宣传主任 就是昨天第一时间站出来 慰问尼可汉的那一个宣传主任 那昨天我们已经讲过这一件事情了嘛 他讲什么呢 他不满意啊 尼可汉把国盟牵扯进来 这一个纵火的案件 那他讲国盟的这一个青年团要报警 反制这一个尼可汉 他还说了什么呢 他说虽然我们伊斯兰党第一时间很热情的来慰问你 那不代表你可以乱乱讲话 胡乱指责我们伊斯兰党放火的吗 还是那一句哦 尼可汉根本就没有讲是你伊斯兰党放火的 他讲的是因为你煽动 所以导致支持者的情绪高涨 因此才酿成了这一个悲剧 然后他就讲什么呢 他还有讲 他抨击这个尼可汉 半圣洁 假半圣洁 你不要假假啦 还讲什么原谅这个纵火的那个人 实际上你就是要借这个新闻 借这个记者发布会来粉刷 来洗刷你之前 干预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事件 让大家忘记这一件事情 只记得你家被烧 他就是这样子来讲 这个尼可汉的他开这个记者会 就是为了假半圣洁的这一个目的 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 人家都原谅了这一个 所谓的这一个放火烧他家的那一个人 只是讲政治人物不要再煽动 否则这个悲剧又会再一次发生 那这样子来讲 你讲人家是假猩猩 那我问你尼可汉要讲什么 他是不是应该要在记者会那边 大骂这一个众火犯 你为什么上我家 我只是讲了一下这一个建议 你凭什么上我家 难道是要用这样子的态度 来面对这一个记者会吗 不可能的吗 对不对 肯定是就要用尼可汉的那一个态度 就是相对的比较大方一点 我认为是这样 总之就是 伯蒙在这一件事情上面 我觉得他们的神经是有一点大条的 首先他们的理解能力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 他们感觉上一直的理解就是 尼可汉昨天的那一个记者发布会 就是在讲 伊斯兰党还有土团党放火烧他家 他们的理解 跟我们看到的新闻 是有很大的出入的 所以我们的领袖真的 你们要好好地看一下 这个新闻的来龙去脉才来发表意见 否则的话 你不止没有为这一件事情降稳 反而起到了再一次煽动的作用 现在到底是要怎样 要因为这个尼可汉的事件 让这个穆斯林跟非穆斯林 再一次对立吗 而且是甚至的对立吗 这个对马来西亚到底有什么好处 还是这个才是他们真的的目的 我不知道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 我现在心情很不好 拜拜